很多人都以为李小龙之后 成龙是第二个成功打入好莱坞的中国人 但实际上成龙之前还有一个人 早就惊艳了西方世界 高鼻声目的脸庞 雕塑立体的面孔 温清如水的衍生 气欲宣扬的特质 既有西方人硬朗的外形 又有东方人内脸的美学 毫不夸张的说 他是第一个靠颜值征服西方人的中国人 当你看到他的那一刻 你就会明白 什么叫墨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但他又不是只靠颜值 哗众取虫的男人 他在影视圈的造诣同样惊艳重任 第一位华人片酬过一千万的演员 首位在香港代言费超过三千万的艺人 第一位代言劳力时的华裔 也是唯一一位两次提名金球奖的华裔演员 有人说他是活着的张国荣 同样的童年不幸 敏感固执 完美主义却有缺乏安全感 但他终不是张国荣 于大众而言 胜者为王 于粉丝而言 他就是别人能想象到的最好看的男人模样 他就是钟龙 第一位用颜值征服西方的华人演员 似情往众 永远更